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洛 太陽的孩子的前身是 拉嘎拍的紀錄片 海盜米的願望 拉嘎可不可以先幫我們介紹 你拍這部紀錄片的原始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故事 其實這部紀錄片 海盜米的願望 其實就是在 講我母親她在 她在富裕自己家鄉的一塊 梯田這樣子 那其實 她想富裕梯田 其實是 為了阻止當地的 過度開發 那為什麼會拍這部紀錄片 是因為當時我剛好回去部落 然後回去部落去找尋自己 遺忘很久的那種 那個家鄉的感覺 那在這過程當中 我的母親她就開始著手要 準備做富裕這個計畫 那因為當時我在部落比較沒有 就不知道方向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離開家有一段時間了 對 因緣機會就接觸到攝影這一塊 那自己覺得蠻喜歡的 所以就這樣子開始拍了 拍了我媽媽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 然後這樣一拍就拍了大概有兩年多的時間 但是真的 Laga是自己自學攝影 對不對 是從無到有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一下這整個歷程 怎麼樣投入到就是拍紀錄片的這個事業 其實剛開始就是能在部落是這樣 就是說很多東西你必須自己去找 去找 因為沒有工作 然後沒有真的就是你要生活你就必須要去創造 對所以我在回部落的時候其實做過很多很多興趣很多很多工作 那就是沒有一個我覺得是我覺得我得心應手或者是我真的喜歡的 對那最後最後接觸到了攝影 那緣起是因為我們媽媽除了 她在還沒有附於梯田之前 其實在社區裡面 她有經營一個社區劇場 對有一個劇團 然後劇團的成員就是都是老人家 從七八十歲的到小朋友 就是常常會有一些表演啊 然後帶他們一群人這樣子 在台灣這樣子巡迴去做演出這樣子 對那因為這個機會 所以我我參與了這個劇團的成員 然後但是我是負責去做紀錄 就是拍他們這整個過程 成軍然後去表演去巡迴 目前幕後的這些東西 那然後就想說我拍了也不少東西 我是不是可以有 有什麼機會可以把我所拍的東西 剪個什麼東西出來 然後讓這些老人家這些成員們能夠看 他們他們曾經這樣子很風光的在外面表演 所以在某一...我就開始學了剪接 就是想嘗試自己剪 自己剪一個花絮什麼也好 就是然後在部落或是在遊覽車上面的電視就放給他們看 從那時候開始 開始傑出攝影這一塊 這幾年其實有傑導演一直很關心花東的素材 議題的素材 我記得導演你說你大學的時候就看過達悟族的作家 夏曼藍波安的《冷海情深》 對你的影響非常的大 在碰到有一些故事的時候碰到一些題材的時候 會有一種很本能的一種直覺 會驅使我去拍 去...我就會一頭鑽進去 那像關於看到他的這個紀錄片 因為知道這個故事 那時候就是有這種很強烈的感覺 那種很難用言語去解釋 也很難用理性去分析去思考 他只能說是一種本能 創作者的本能直覺 對 然後 我那時候看他的 看他的紀錄片就是一直哭啊 就一直感動 就是說這一群人他所記錄的 他的媽媽跟這一群族人 不放棄 整個大環境都是以 就是以前為最優先的價值 這樣子的大環境之下 他們卻不放棄 卻去做一個很吃力不討好 對很多人來講 這是一個傻子的行為 是你卻富於梯田 做什麼呢 對 這樣子可以賺錢嗎 但是他們卻做 而且非常的堅持 那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感動我 那再加上我透過他的紀錄片 看到說這個創作者的態度 一種對於家鄉的愛 然後那個東西也很直接的感動到 那其實就是我 我已經遺忘了十幾年了 我一開始我想要拿起攝影機 我想要拍攝的初衷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但是我已經忘記了很久了 所以那時候就很強烈的感覺 然後就又跑回去找他 然後還有跟他媽媽說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改編成電影 那其實那一陣子 我其實在 處於我稍微比較低潮的階段 對 那那時候 我不知道對我來說 拍這部電影也是一種尋找希望的過程 所以其實我很難去預設說 我要成為怎麼樣的導演 那很剛好的在 在我開始創作的時候 那時候有受到下半藍波灣的 《人海情深》的這樣子的一些 觸發一些影響 又很奇妙的在過了十幾年之後 我又到了東部 拍了這樣子的 有原住民題材的這樣的電影 而且去年我也拍了 下半藍波灣老師的短片 對 是 那這個真的不是我能控制 不是我能去規劃安排的 它就是一個 因緣際會 對 所以看完《太陽的孩子》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受感動 因為我們虧欠這片土地 虧欠大自然太多了 所以兩位合作的狀況 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當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有哪些 我們的困難不在於 就是我們的合作 因為其實我們的合作 還蠻簡單的 順利的 對 我們的最後的價 就是我們的價值觀是共同的 然後 我們大概也有分工 就是說大概 我比較是跟阿洛漢 徐一帆做指導 然後他比較是跟阿公跟小朋友做指導 那我覺得 對我來說比較困難的是 因為 我第一次到部落拍片 對 對 那其實在我之前拍攝的 在都市拍攝的那一些 那些經驗其實在部落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 那是別人的 別人家 那是別人的場域 我沒有辦法 大剌剌的去那邊 用我習慣的拍片方式 所以我必須要 把那些先都忘掉 當成我來這邊是學習 我來這邊是要 要用一個最 其實 我 我是一個劇情片導演 但是我在拍這部片的時候 我覺得我還蠻像在拍紀錄片 對 那可能也是因為有了嘎導演 所以我得以去 去 比較 用 他會指導我 會指引我一些比較對的方向 去 到部落拍片 那其實這些過程 我覺得這部片最難的都不是錢 可以解決的 最難的都是一種 如何 保持一種姿態 一種態度去面對這一些事情 一直到我大學畢業 我自己的外公離開 然後我想要安慰我的外婆 既然我那時候 因為太久的一半期間 我已經遺忘了 怎麼講阿美女 對那段時間 我既然在我外婆旁邊 我要跟她講說 類似阿嬤妳不要難過 什麼的 我既然想不起來那個母語要怎麼說 所以對Laga來說等於是反過來 是從紀錄片轉換成為劇情片的這個過程 所以對你來說有特別困難嗎 當然覺得很新鮮 就是說 因為不管是紀錄片或者是劇情片 都是我第一次 嘗試 嘗試參與 當友杰提出改編這個紀錄片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 我自己有一個聲音覺得說我想做 那當然某一些部分是因為 那這是一個你知道影像的一個很大的平台 很大的很大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部分對我來講 我必須做我覺得 就是說因為 我很不想看到一個 我不是心目中的那個太陽的孩子的樣貌 太陽的孩子的樣貌 對我必須去參與 那不管我是什麼位置 我都覺得我必須在裡面 去試著去把我的觀點 把我的意見 提供出來這樣子 他可能提出一個東西 但是他可能會問我很多意見 然後我試著把我的感覺跟他講 然後我們再綜合 達到一個比較平衡的一個觀點 對然後去做每一場的戲的安排 跟劇本的走向這樣子 那當然拍劇情片是 是很有趣 就是第一次跟那麼多人一起工作 因為以前我就是都是一個人 單機作業 單機然後蹲點 然後就是這樣子每天每天都一個人 一台攝影機這樣 第一次跟那麼多工作人員一起合作的時候發現 其實有些事情是 那種大家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 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會感覺孤瘫就是 因為以前拍紀錄片就覺得常常會覺得 這是一個人這樣子在外面 然後沒有人知道我在幹嘛 可是當一群人 我覺得那個力量是會促使你對這個創作會更往前 然後更有希望 那再加上我們的題材的不同 大家都在一個很大自然的環境裡面工作 我覺得那個愉悅的心情是很不錯的 真的非常羨慕的工作環境 對 兩位選角也很厲害 找到了多才多藝的阿駱 阿駱自己又是創作歌手 又是節目主持人 又是製作人 阿駱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你揭演 Banai這個角色 因為你雖然多才多藝 但是第一次當女主角對不對 應該說我第一次演戲 演戲 對對 雖然好像做了蠻多跟媒體有關的工作 但我是第一次演戲 然後對於有傑導演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 我相信有傑導演是已經做了相當的功課 那至於他怎麼尋找 這部分大家可以問他 當然就對我來講 他把那個劇本跟他拍片的想法 透過一次我們第一次的對話的時候 當然就是我覺得我跟The God的感動 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對我來說 原住民的議題應該是 也就是講土地 講環境 講這些 文化背後這些議題 他其實就是在講 我們長久以來 台灣一直很欠缺關心的這個議題 那對我這個原住民來講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那時候第一個想法是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年輕的導演 想要拍這麼沉重的事情 跟 因為原住民的東西 有時候是很容易被主流的環境 所遺忘的 對 那要把這個東西呈現到一個大螢幕 我覺得他 他不是瘋子就是傻之類的 因為我在想說這個固執的題材 它可以變成一個電影 然後 勢必他這個過程要經營很多的累積 那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所謂的卡斯 我就說 導演是 我那時候想說 導演是沒有錢嗎 找一個比較不用名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就想說 那 電影耶 那對我來講 我當然會很虛榮的認為說 哇 電影女主角耶 那另外一部分就覺得 這個導演 是哪裡來的勇氣 有沒有 那還有就是 他可能是沒有錢 要不然 他應該會找個什麼 你知道 很有名的演員 我是非常開心 接到這個工作 因為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這部電影 它是我的一個 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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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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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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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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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 我覺得這就是我當初 願意接導演這部戲的初衷 一直到後來的時候 我覺得那並不是只是導演的勇氣 那後來我才發現 這個也是這部片送我一個非常好的禮物 我覺得我透過每一次的鏡頭的 環境的拍攝跟族人的互動 跟一些台詞的思考 我好像找回了某種程度 我在台北這個環境 還有很多跟現代的原住民 或是現在很多年輕的台灣人 一直慢慢在這種價值環境裡面 所遺忘的一些很美好 那這個有點像是 我好像做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對 剛剛我們談到母文化 其實阿洛到目前為止 都一直還是堅持要用母語 來做音樂創作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你的背景 跟你的創作理念 其實跟太陽的孩子 幾乎是一模一樣 是重疊在一起的 所以你有沒有投射自己的成長經歷 到這個帕奈的這個角色呢 如果說電影的本身裡面 其實有導演的 有一些部分的 參設一些我的個人經驗 對 然後做了一些調整 那其中有一段就是在講 帕奈在電影裡面有一個片段 可能就是在台上自己介紹自己的名字 然後曾經小時候參加過演講比賽 這些經歷就是我真實的經歷 自己真實的經歷 那當然拍那一幕也是 我個人認為我以為那是我滿得心運手的 後來才發現這就是不一樣的一個感受 因為再呈現一次是非常內心是很激動的 對 原來我一直在做母語 我一直想要擁抱我自己的文化 可是在那一刻要我去演出來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對 那個表演又加上實際的個人的經驗 那的確是很複雜的一種表演模式 而且導演叫我不要哭 你知道 怎麼能夠 不哭 怎麼忍得住 然後我覺得那個那一場戲 如果哭的話就太容易了 太折了 所以 就那一場戲 就是的一個第一指令就是不准哭 因為我知道那一場戲 他一定會 一定會非常想哭 但是Banai那個時候是要向外面的人 去爭取一個資源來修水菌 所以 對 所以必須建議 對 他再怎麼想哭都必須要 那個都必須擺在後面 我覺得 對啊 可是我覺得女主角不用哭 但是很多觀眾看到那裡都會一直哭 你知道觀眾哭比女主角哭重要 重要多 對 所以是不是蠻難的 很難 他其實在電影裡面富裕的是體田 但是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富裕人心 我希望大家從電影裡面可以得到一種 一種能量是可以進化你的思考 你的方向 以及你從電影院走出去之後 你帶著的那個東西 如果是你覺得是你需要去守護的 那你就試著用自己微婆的力量去守護看看這樣 用母語創作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也請阿洛幫我們分享一下 這也是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站在電影當中有一個 就是我剛才提到那個片段 那個就是我從小生命的一個很重要的歷程 就是我在六歲以前 我是給外婆帶的 那我記得小時候外婆很意義自豪 因為我就跟很多會講客家語 或講河洛語的這些孩子們一樣 我是那種講一口流利的 流利的 對 阿洛語 那七歲進國小一年級 那時候就到了都市比較城市 就是在台東也不算是非常的 台東的城市 裡面去念國小一年級 那時候的口音就會跟很多的小朋友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就開始很多 不是跟我講一樣語言的小朋友了 那時候我才發現說 哇 第一課我才發現 原來我的世界不是只有阿美族這樣 然後原來那個語言有那麼多種不一樣的 那我要學會所謂的這個官方的語言 然後那時候就被小朋友取笑 那那個時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所以我也開始對於我自己會講母語這件事情 開始覺得它是一個非常落後 那我就開始想盡辦法 摒棄在後 而我在國小二年級 三年級的時候 我就開始參加國小的演講比賽 那時候就講了自正腔圓 這段的過程一直到我大學畢業 我自己的外公離開 然後我想要安慰我的外婆 既然我那時候 因為太久的一半期間 我已經遺忘了怎麼講阿美語 對 那段時間我既然在我外婆旁邊 我要跟她講說 類似阿嬤妳不要難過 什麼的 我既然想不起來那個母語要什麼 什麼說喔 那那一刻對我來說的打擊 就是我在 我記得那時候我坐火車回台北的路上 我就在火車上就大哭 我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做錯了一件選擇 而忘記了 我 必須要堅持的價值 對 堅持的價值 那也意思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決定 覺得說如果 我大學聯考考了最高分的兩個科目 就是英文跟中文 中文 英文跟中文 就是說別人的語言 對我來講我都可以承認 我想說 阿美語 母語 我一定可以把它做得好 沒有道理做不到 沒有道理做不好 對於這個阿美族的女性來講 一定要做到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 強迫自己用學母語 其實我在台北 母語創作也是這樣的一個 初步開始就是 我覺得我學母語最好的方法就是唱歌 唱歌 對 用歌 就像以前我學西洋歌 學英文的時候也是唱西洋歌 那我就這樣唱唱唱 寫寫 唱唱寫寫 唱唱這樣 然後就從最深色的母語 然後就練到 我覺得現在可以對話的母語 然後出母語唱片也是這樣 我覺得總是在這個世代 總是要做一些 沒有人想要幫你出母語唱片 因為母語市場很少 對唱片界來講 但是我還是願意 我還是要做是因為我覺得 我想要用流行音樂的方式 或是創作歌曲的方式 作為一種手段 讓母語成為流行 對 對 就像太陽孩子 一定是可以流行的 一定可以主流 很多人都看得懂 很多人都看得懂 那母語歌一樣是這樣 我覺得當大家可以 朗朗上口的時候 歌 那日本歌 韓國歌 大家還不是唱得很開心 他們也是一個潮流我認為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不管怎麼樣我們一定要做 對 我們跟導演做一樣的事情 真的 大家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回到正能量 這麼強大的太陽的孩子 請三位最後幫我們說一下 你推薦他的原因在哪裡好不好 很多人看的電影都會 都會與自己在故事裡面的 某一些事情 某一些畫面 某一些人物都有所連結 那這個是我覺得 這個東西當初我們都沒有想到的 就是說它可以得到那麼多共鳴這樣子 那每每我看到觀眾的反應 就覺得很開心 對 那其實這部電影 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它其實在電影裡面 富裕的是體點嘛 但是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富裕人心 我希望大家從電影裡面 可以得到一種能量 是可以進化你的思考 你的方向 以及你從電影院走出去之後 你帶著的那個東西 如果是你覺得是 你需要去守護的 那你就試著用自己微波力量 去守護看看這樣 雖然我們這部電影 是在東部的一個部落所拍的 但是它講的其實 不只是一個部落的故事 你如果把整個台灣 當成一個大的部落 它其實就是在講 整個台灣的故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來 戲院裡面看這部電影 來看看自己的土地上面的故事 我常常覺得說 我們看那麼多好萊塢電影 我們都可以為美國人的愛國心 或美國人的愛情 或者我們都可以為一個 地球另外一邊的 這一些情感所感動 那我們為什麼不看看我們腳下的土地 去看看我們自己這塊土地上面的人們 對 我們來看看自己的故事 是 他們很像講完了 我還是要講就是說 看的孩子這部電影 就是看的你只要看過之後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自己的對應點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族群 什麼樣的世代 可以找到一個 有一種脈絡 有一種回家 有一種對於你釋放愛的一種回應 那我是希望這部電影 因為它有歌 有文化 是台灣的產物 然後也是我們大家可以思考的 那裡面有很多美麗的畫面 是台灣的東部 那裡面有一些好聽的歌 也是我們台灣很珍貴的資產 所以我是覺得 我希望這部片 是大家只要給自己有一次機會去看 我希望你可以找到一個屬於你自己的 今天非常感謝三位幫我們分享 太陽的孩子 謝謝三位 謝謝 謝謝